香港在我离开了21年之后 已经非常非常的沦落 待会我要请这两位年轻朋友 告诉我们在生活上 为什么很多从来不关心政治 绝对不愿意抛头露面走出来 怕事得不得了 你们去冲我都不理的 为什么今天会有100万人站出来 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20年香港被回归之后 主权转移之后这个20年 到底香港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 整个社会上对他们的生活 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我认为香港人会走出来 今天100万人走出来 忍无可忍的时候 谁知道不会有200万人走出来呢 所以我要让这两位年轻人告诉我们 到底是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们今天在做这个节目 尤其主要的对象是台湾 不只是全台湾的观众朋友 还有海外在世界各地的台桥 所以让他们了解香港怎么了 好 毅朗你告诉我们 生活上香港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 大家好 我们在香港里面就是 这大概是从2003年开始 就是中国跟香港有一个协议 就是要让很多的中国人可以进去香港的旅游 就是说自由行 但是这个令到我们香港的整个社会 就依赖到中国那个经济的层面 就是撞他们的那些中国旅客 来买一些金条啊 金链啊 不是 珠宝 是 珠宝 我打一个岔 所以有一年我跟林宝华回去 大概是三四年前的时候 我们吓一跳 整条铜锣湾 什么样的店都有的 我们离开了之后 回 从回 从回到香港的时候 整条街上都是金链 金子店 珠宝店 全部都是 这是太可怕了 是 然后呢 那些中国旅客 也可以自由在香港去买房屋 那就让到了我们香港的那些房屋的 楼价就高涨了 楼价就超高了 然后因为中国的旅客来买一些的车瓷品 那就让到香港整个社会的那些商店的类型 也开这些商店 令到整个商店的那个租金也是很昂贵 对 改变了我们整个生活 香港人的生活的那个样子 就是说了我们出去旷街 我们不可能在我们家的附近去买到一些好像说文具的墨品 或者是我们也没可能去买房子 然后呢那些中国的旅客很没有字数 他们的数字非常差 文化水平非常差 我知道 他们到处去小便啊大便啊那也到处冲仗 他们不会排队就是撞开我们推开我们就敞到那个车子上 我们香港人呢这十年以来十几年以来就是很压抑 对回归之后特别是对 是我们觉得很压抑 没有我们的空间 而且因为这些中国的旅客就很嚣张 他们就跟我们香港人说了 不是因为中国人来帮你们香港 帮你们的消费 死掉了你们的经济 对 然后呢很多的中国移民来到香港居住 还有读书 他们要到我们的香港话就是就是说港东话 广东话 广东话粤语 也给中国人取代了 因为很多的学校就是因为香港政府 要保护中国政府的那个利益 对 就强迫强迫香港的学校一定要用普通话 普通话去叫中文 那是这样消灭我们的上文话 那么家居怎么看 你觉得香港人是怎么会忍无可忍到今天 受不了了快要抓狂了 整个香港社会都被颠覆了 所以大家才会站出来 你怎么看 其实香港现在的情况就是像西藏那些情况 就是中国政府他们很想清洗我们香港民主 就是香港人清洗 刚才阿周说他们不叫我们香港人在学校里面 然后呢 而且想要消灭广东话 这太奇怪了 对吧 是 是 然后呢 他们用很多的钱去打压香港的娱乐 就是香港的音乐 香港的电影 对 香港的电视 对 我想的话香港的文化 就是那些音乐电影电视 通工被中国取代了 对 然后没有影响的力量 就没有原理大学在学了 然后呢 在香港 其实学生独立联盟 就有很多的 这关注那些 这造型上的事情 其实在香港 那些Postgraduate 那些学会呢 就是有80%以上的收心 就是中国人 这是比香港很多 为什么呢 那些Master degree 其实在香港政府呢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制作 这是Scotter 给那些中国大陆来的 中国的学生来香港 资助培养他们吗 来替代米文嘛 对 是 因为他们有 他们在中国里面 可以买 很容易 是可以买到一些学历 这些不同的大学的学历 然后呢 在香港 他们可以apply 我们的Master degree 然后呢 很容易 他们不会查 他们就相信 他的degree是真的 听说你知道吗 北京大学毕业的 那个毕业的那个证书啊 都可以买 而且不贵 很便宜 对 所以中国有什么 不可以做假的 这样子搞下去的话 整个香港 任何方面 政治经济 你知道吗 外国人不敢来投资了 香港当年的 最优势的地位 就是经济啊 香港最优势地位 就是经济金融 是全球之冠啊 今天整个都已经下来了 所以香港的的确确 已经沉沦了 我要用这两个字来形容 非常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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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现在呢 咦 好吗 有点 文明 你继续说 可以继续 其实现在呢 我们感想到 因为在香港 每一天有150个中国人 每天有150个 可是你要知道啊 这150个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哦 中国派什么人来就什么人来哦 你怎么知道他是谁呢 那过去已经 已经这么一二十年了 已经来了多少他们的人 你以为他们是一些普通的善良老百姓吗 不是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明天 嗶嗶哨子一吹 共产党的人站起来 你四周围的人一站起来 我们会吓呆了 他们的人已经遍布全香港了 所以这个实在是 这实在是非常非常可怕 那么家居我请问你 香港这样下去 有什么办法你们觉得 我们既不能投降 既不能接 既不愿意接受 可是这样子的抗争 一次又一次的抗争 那老实讲不要忘记了 你们刚刚提到 台湾的太阳花 台湾毕竟是一个 主权独立的一个民主的国家 那么香港不一样的是 解放军在你身边 对不对 坦克也随时都可以来 他们是真的 真的 我记得雨伞运动的时候 有对天开枪过吗 有威胁他们说要开枪吗 所以一郎怎么看 香港怎么办 那因为现在 我们香港就是沉沦了 好像清姐说的 我们香港人还有未来吗 其实我还有加趣就是觉得 香港人可以保存我们的胜利 还有我们的民族 只有香港独立这个方向 香港独立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去实现的 好像说我们争取国际的支持 就好像王台阳他到德国那边去 他是我的好朋友 我非常欣赏他 他可以去反应香港的那个人权的情况 现在很下降的很快 还有因为这次的送中条例 引来很多的国际的关注 美国 欧盟 还有英国 也觉得要去处理 还有或者是惩罚这个香港政府 然后如果我们香港独立的支持者 去争取国际的支持 还有我们自己香港人也要告诉整个世界 我们香港人不胜硬 不相信这个中国共产党 那样国际才可以帮助我们 好像就是6月9号 我们香港人出来了 一百万的香港人出来 告诉整个世界 整个国际 还有告诉这个中国 我们不怕 我们不怕你们 我们香港人要保护自己的家园 但是我们香港人也要有这个准备去抗争 怎样说抗争呢 可能就是面对暴政 我们就要革命了 刚刚讲到香港要自救 有希望 就是要香港独立 我提醒你 就是这句话 送中条例一通过 就给你送去东北了 你已经犯了大错了 那么家居 你已经快人一步 已经早就成立了两个单位 两个组织 一个是香港独立联盟 一个是学生独立联盟 你是召集人 对不对 那我请问你 你早就已经想到香港应该独立了 对不对 那么你这个独立的路 你昨天也受了皮肉之苦啊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也非常的担心 我问你 你这个独立的之路还要继续走下去吗 香港应该要独立的 然后呢 其实 不好意思 我想说 我刚才收到一些消息 香港的警察呢 香港人听不听到 听不听到 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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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收到消息 消息明天呢 香港警察已经宣布 会用枪对抗抗争者 哇 是 宣布了 我不相信 这不是北京 这是香港 香港已经宣布了 明天如果有抗争者 警察会用枪 会开枪 哦 这太可怕了 嗯 为什么呆了 嗯 现在 他的画面没有 我们两个讲好了 奇怪 现在就是 嗯 哦 我觉得这个太可怕了 那个 那个画面就停在这里 嗯嗯嗯嗯嗯 没关系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那么 Joe 我请问你 香港人做好这样子的 牺牲的准备了吗 呃 其实在 呃 我们香港人这边的 呃 情况 嗯 其实 很多香港人 也还没有准备 去呃 面对警察的那个 对 还没有 真的 因为这个这个牺牲真的是 不到最后关头 真的不能轻言牺牲了 对不对 我们既不能鼓励人家 你出来 出来跟他拼 不行 拿条命来拼 不行 可是香港人怎么办呢 这实在太恐怖了 呃 其实在这个情况呢 我们香港人呢就觉得 我们就好像没有出路 好像就走到尽头 呃 呃 只有这两条路 给香港人 好像就是这样 但是我自己觉得 香港人要走出去 要有自己的后员的 后云的那个基地 对 让到香港的民俗 尤其是好像杀区 还有啊 黄太阳啊 南天旗啊 陈浩天等等的 对 对 领寿 他们的胜命 一定要保住 保留下来 我告诉你 请你转达我一句话 团结才有力量 这个是我们台湾的先贤 蒋渭水先生的话 把我这句话转给他们 大家团结才有力量 好不好 好 谢谢你 谢谢你们 谢谢 我要恳请 所有 我们在镜头前面的 不管你是在台湾国内 或是在海外的 台湾的乡亲 希望大家一起来关注 台湾跟香港的前途 最重要的我认为 就是要记住 蒋渭水的这句话 团结再团结 我们唯有团结 不管你在台湾 你是支持中华民国 你是支持台湾独立 我都尊重你们 但是如果我们大家 不合作的话 怎么样对抗 就没有办法去对抗 中国的欺压 中国的併吞 所以台湾人要怎么样 保住自己 同时还要去关心香港 港台息息相关 我们是命运共同体 所以我要呼吁所有的台湾的朋友 团结再团结 保全自己 保护台湾 保全自己 关心香港 最后我要讲一句话 天佑港台 天佑港台 我反共四十年了 我反共四十年了 我和陈一齊做一个视讯 香港就有人传 说我靠不住 出卖李适宜 关我什么屁事 这些关系都没有 还有 你我和陈一位置尤 又会怕有人 天会见到我 how to 啊